放学了,咱们去买书瓶吧 行走 我今天带你去一家新店 那个店你没去过 这是在咱们新家旁边的 走呗 走 我喜欢吃饭的南州拉面 对,我没有吃饭 然后咱们再去买 书瓶,对,可以 你看这儿有一家晨光店 买书瓶 行走 看还有你喜欢的文具也可以买点 可以 你要书瓶 三本 三本大的 然后还有 有透明的 对,三个大三个小的 那是那 诶,我太想起了 咱之前是不是有 对 你还买 没事,背着用嘛 背着点 我可以买些荧光笔吗 可以,买一根 好,那一根哪够用了 这些都是 这些全部都是 我会挑几个颜色 我拿三根荧光笔 这三个颜色 不用试试 不用,这个应该都可以 你相信成功 我相信我肯定相信的啦 就买这些吧 行,接账吧 接账,走回去贴 今天来我们新家吃饭吧 我准备了 你先出来 我没出去 锁上了 真是 来,开门 好的 我这个手可能褪皮 褪皮 开不了门 不让进家 我这个手 又开不了了 你看他 傻妞 好啦,进来吧 再看看我们里边 请进 里边的样子 家有点乱 今天在这吃饭了啊 好的好的 就是没给你拿手机 没事,我们还是只有大电视嘛 行 一会儿包书瓶 我们现在开始包书瓶吧 我们先包这个小小的书 那你说家有透明的 你为什么还要让我给你买呀 我忘了吧 这个人机型不太好 你知道吧 我到那我才想起来 我这个人机型不太好 去年暑假的时候给你买了两袋 买了两袋 买了两袋 你们的书瓶是自己包的吗 咱说给他买点卡通的吧 成员不要幼稚 太幼稚的妈妈 太幼稚的妈妈 我不是一二年级的小朋友 我是六年级的 六年级他也是小朋友 他不能说是初中生 否则宝宝都很多时候 问你那个笔在哪买的 我那个笔嘛 都是 他说限定的没有了 所以已经没有了 抢的他是 我都是抢的 好解压呀 最后一本贴好了 九本都已经完工了 又要去上学了 那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